我代表列车乘务组,欢迎大家乘高铁来鲁豫,品美食,赏美景 高48214列车即将从长青站始发,请大家随我一起出发,祝您旅途愉快 济南至郑州高速铁路,济南至浦阳段12月8日建成通车 标志着济正高铁全线贯通运营 济南西至郑州东站间最快一小时43分钟可达 山东半岛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 中心社记者12月8日前往济正高铁通车现场了解到 济正高铁起自济南西站,途经山东省济南市、辽城市、河南省浦阳市、安阳市、新乡市、郑州市 接入郑州东站,线路全长40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同步建设的济正高铁与济南站联络线投入使用 连通交集高铁和交集铁路 并合好了,前方追 保押机各仪表显示正常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担当济正高铁的首发直送任务 这也是我第五次担当新建高速铁路的首发直送任务 作为一名高铁司机,能够驾驶先进的复兴号动车主 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我倍感自豪 济正高铁全程两跨黄河 每当驾驶动车主在黄河大桥上飞驰而过的那一刻 我都会感到非常的震撼和激动 集中高铁的线路十分平顺 视野开阔,驾驶体验非常好 开通运营初期 铁路部门将按照日常线、周末线、高峰线 安排旅客列车开行 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61列 其中济南西至郑州东站间最快一小时43分可达 两地间动车组列车最快运行时间较此前压缩一小时29分 为了此次挤正高铁首发仪式 我们特意布置了一节文旅车厢 在这些车厢里我们展示了山东高铁沿线的城市的风景大途 我们希望借此能有更多的河南游客 包括全国游客通过高铁来山东 一次山东行,一生山东行 济南至郑州高速铁路的建成通车 促成济南与郑州这两座万亿之城的高铁直连牵手 又将会对于山河四省有何重要意义 为此中心社记者来到山东大学 采访了山东大学齐鲁交通学院副教授张汝华 张汝华告诉记者 挤正高铁的开通,高铁客流有望增长两到三倍 极大促进了山东半岛和河南中原两大城市群的融合互通 带动城市群之间的人员要素流通 经济合作和相关产业发展 就挤正高铁的开通 不仅仅是把山东半岛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 实现了这种直连直通的融合效应 得到发挥 同时呢,这一段的开通 其实是贯通了咱们一致行的盐黄高铁 从青岛,济南,郑州到西安,南州,西宁 渴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 那就是全线就可以贯通开通 那这样五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呢 那就是五个小时乘坐高铁的这种行程 和飞机是可以有一批的 对于串联起这个沿黄,黄河流域 一致行这个大通道的四大城市群 实现了这种直连直通 张汝华说,山东半岛城市群 中原城市群,蓝溪城市群 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四大城市群一线贯穿 区域大省之间的省计感弱化 时空距离压缩得更近 实现了更紧密的经济圈联动 这种快捷方便的高铁网络 赋能我们的经济社会 那它会产生什么呢 我想它就是一个是扩大这个区域的 这个影响力,辐射力 那就是你的人员可以接触更大的范围 你的产品服务可以更快地扩散出去 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另一方面,接触这个高铁 这个最高维度的这种运输方式 还可以增强自己的吸引力 你的交通区域方面好,有优势 就会吸引别人到你这来投资 所以方便地走出去 也方便地引进来 这样你的经济活力 那肯定就显然是增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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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